鹿谷為洞頂烏龍茶的故鄉 為讓愛品茶人士 對洞頂烏龍茶更加了解 並相互交流意見 特別在鹿谷鄉農會舉辦論壇活動 愿遠許淑霞也抽空到場聆聽 非常高興來利用我們太極美麗 竹文化系列的一個活動 所以在我們的鹿谷鄉 我們的茶文化館 這裡來舉辦我們洞頂烏龍茶的一個論壇 可以看到現場吸引了很多 大概300位來自我們全國各地 熱愛烏龍茶的這些民眾 來到現場來做一個聆聽 那對於今天的論壇 本人感到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覺得說茶是我們南投縣 尤其是我們鹿谷鄉最重要的一個 最特別的一個產值的一個產量 那對於茶葉的一個推廣 真的是除了說我們民眾自己本身以外呢 我們的政府單位 還是我們的農政單位 都真的是要投注相當多的一些 關心跟支持 那今天的一個論壇 我相信也讓我們很多來的這些民眾們 他們可以更進一步來認識我們洞尼烏龍茶 中華茶藝聯合初進會 台中會長指出 製茶有綠茶化的現象 期許透過論壇 讓大家能夠重拾對烏龍茶的喜愛 在2014年在鹿谷的農會 舉辦我們鹿谷洞頂茶藝論壇 邀請了我們全台灣最知名的茶界的大佬 來一起為我們共襄盛舉 來暢談我們鹿谷洞頂茶的文化與藝術 因為現在的茶都做得比較綠茶化 傳統的洞頂茶不要讓這個市場 就是把它遺忘掉 一些這些洞頂老茶人來大家一起來支持 讓他慢慢的再提升 讓更多人了解 讓大家一起來體會我們洞頂烏龍茶的製茶文化 議員許舒霞指出 露骨近來有茶產量減少的問題 希望相關單位重視 也希望論壇能喚起地方民眾對茶的關心 為我們的粗型給我起來 就可以看到我們鹿谷洞的地 真的是低海拔的越來越多 那對於為什麼產量越來越少的這個 症結真的是需要農政單位 繼續來做一個關心 那或許是一個土質的改變 土壤的改變 還是說茶樹的一個衰老等等 都造成說低海拔的這些茶越來越少 不過對於一個烏龍茶 它本質的一個推廣 還是說農民的一個生計的一個關聯的話 我希望說大家共同來做一個努力 因為來到六個鄉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鄉都說來我們島泡茶 喝一杯好茶 這是來六個鄉最大的一個享受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我們今天大家的一個參與 也希望說我們的農政單位 我們的縣府可以繼續來關心 我們所有茶農的一個生計 及我們烏龍茶的一個未來 陸谷的茶香 尤其東頂烏龍茶名聲最為響亮 議長和順風 鼓勵地方民眾多多參與類似活動 透過對茶文化的了解 也能夠提升置身 在茶產業上的競爭力 民意新聞雄心儀陸谷採訪報導 在理解一下 ж尾東 教授 ACH 替 漫